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化危机3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三集我是310 那么这次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嘉宾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一言是苹果 欢迎苹果 苹果也是我们的真的是老朋友了 老的都长胡子了都 其实我是个抠脚大汉是吗 大师 你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事实是吧 好好 我们那个言归正传上一集是吉尔座的这个列车脱轨了 那么这边的镜头一转来到卡洛斯这边 卡洛斯的新造型还喜欢吗 还可以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新造型有点窘 但是库拉给我看了他的另外一个造型 我觉得还不如这个造型 对 确实 对 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就是原本觉得他这个形象不行 但是看到他那个形象觉得这个形象很帅哦 是 意外的还不错哦 那么这次呢 这个警察局这一集呢特地邀请你来 因为也是你这个生化2刚好对警察局这边还挺熟是吧 对 还热乎着呢 是 刚刚买了生化2没有太长时间 正打得比较嗨的时候 最近一直在一直在打生化2 生化2其实就是警察局里乱晃 这家伙又出来了 马文 对 这家伙 镜头还挺多啊 是啊 马文这边呢是被bread咬了一口 因为他这个开枪的时候看到bread好像还有意识 犹豫了一下就被咬了 哦 所以他是一个二代的那个剧情的补充啊 对 所以马文当年说的那句话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不要犹豫 不管他是不是穿着制服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我怕你不记得 没想到你记得 你应该说我不记得 到底是怎么说的 捧格会吗 捧格 对对对 我不记得了 对 他当时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 我来看一下 这个重置二代女神底下这条通道 以前二代是没有的 对吧 以前二代这个女神这儿就是独角兽硬币 换那个徽章 换那个钥匙 我会跟着你 但我会把你转换 我会把你转换 我会把你转换 现在 你会需要这些 我不能够 停 然后别做我的错误 如果你看这些东西 你会把你转换 那就是这儿 嗯 你看我听你是不是挺好 你看我听你是不是挺好 对 这样一来的话就给他串上了 马文当初为什么说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犹豫了 对对对 这马文绝对是代资进组的 这个二代三代都有他不少镜头呢 对 马文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生化2的 马文当初是怎么跟李洋交代 他的后世的 这个马文靠的这个柜子上 上面还写着啾啾 这个柜子在重制版里也是有的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嗯 非常有意思 嗯 这里他讲的就是一代的这个洋馆世界 哦 但是二代二代重制版里头 这个马文居然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就很不合理 我也不知道 失忆了吧 可能 对 病毒影响 你说他不知道 那不可能 你说他知道不说 那好像也不太现实 他都快死的人 没必要帮这个局长在保守秘密 所以从这个剧情补完上来说 这个重制版和原版各有优劣吧 以前重制版至少还交代了一代的这个事给他串 重制好像看上去没有要重制一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马文就直接失忆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突然之间就全是丧失 不是 是两批演员 对对对 两批 那么在老生二之前的老生三 吉尔来的时候 马文跟他说了什么呢 马文什么都没说 马文躺在地上说不出话 所以 你看这才是一个配角正确的打开方式 马文都已经硬了 他失你 你这样真的好吗 这人提供了一点线索 马文是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硬的呢 时间再往前倒 那就是生化危机爆发的剧情 哎呦 这个老的这几代啊都是可以算是勉强的串在了一起 但是中间的这个剧情包给一大堆 这个就是生化 生化危机爆发二 这边马文说呢 这个警察局里头 警察局以前是坐这个美术馆 然后有一条密道 然后只有这个Rita妹子 这个Rita女警官能钻得进去 现在我们要去找这个密道 当然这个脏活累活呢 NPC是不会干的 等你找到那一大堆开索道具了以后 这个女神将就生了起来 底下留出一条暗道 这个设定是从爆发二里来的 以前二代是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很有趣 这里就是一个警察局 就算是用美术馆改的 那有一个正常的美术馆 是里面有一堆的机关跟暗道的吗 可能布莱恩这个局长 他自己也有一些这个奇怪的兴趣吧 可以的 可以看到这个爆发里头 这个女神底下的这个洞还挺小的 到了重置二里面被他撑大了 有种在看密室逃脱的感觉 这次的重置二和重置三里面 沿用了不少这个爆发里的设定 是 这个是马文是吧 对啊马文 这马文是不是也给你塞钱了 你这机是马文做主角的吗 马文主角会有持续大概十分钟左右 快快你等着看 好 马文快不行了 好那么Rita 妹子这个找到了 搬到了救兵啊 让大家等在这个警察局门口 这个时候呢警察局门口 被丧失这个突围成功了 马文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受的伤 但是具体是 谁咬的好像也没有交代 一个NPC吧 路人甲呗 把这个马文给咬了 这座我没玩过 剧情对我来说都很新鲜 很多人都没有玩过 因为那时候PS2年代的联网游戏 基本没条件完 两码硬盘上 好这个时候最后你撑过了这个防守站 救兵就到了 两庄甲车 结果呢 只有主角要上车 非常惨 Everyone就是一个人 Where is Marvin Marvin不想走了 马文留下了 马文受伤了 选择留下 Rita妹子不肯走 可惜方向盘没在她手上 Oh my god 我觉得马文也迟了 他受伤之后的镜头 抵得上他这辈子的镜头了 确实 这边主角Kavin 安慰一下Rita 这个主角最后好像没出来过了吧 对他演印象都没有 对 就在爆发里的主角 爆发里的主角之一 爆发一共八个角色 Kavin是警察局的 他说这个马文没有这么轻易倒下 马文还要担负起训练新兵的任务 这个时候镜头很暗示的给了一辆警车擦肩而过 新兵 不过这个时间线上又不太对得上 这个时候 里昂应该还没有来 生化三都还没发生 所以其实这一座整个的都是为了引入真正的主角 是吗 对真正的主角就是麻烦 这个时候呢 这个Bread你可以先不跟他打 我们先溜 先溜到楼下去调查一下 这个卡罗斯篇章里面会有好多这个调查吐槽 诶 卡罗斯篇章这里面那个大箱子不见了 嗯是 大箱子是需要的时候就出来 不需要就没有 甚至在难度不同的情况下 大箱子有可能都不一样 对吧 这个你玩过 重置二应该很有体会 有说李官那个门口大箱子没用 对 就纯粹看他心情呗 对 所以不用在一箱子 这个不是剧情 好 这个时候我们回去走的时候 这你都能找得到 哇 这也太风骚了 是不是 哇 这个比得上当初生化五的那个激光 那个野人那儿 是吧 那个小孔 小孔打人 不过这样比较慢 用手枪点的话 得点十来发才死 可以了 这边你杀了这个 Brad以后呢 调查海报还有一句台词 你就是为了刷一句台词 特地过来演示了一下 对 还有一个收集品 还有一个收集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年的Brad是如何交代的 如果你这个生化二开局什么都不减 直接跑到警察局就可以看到这个Brad 你跟他交战一番 你跟他交战一番 非常废子弹 这个硬的硬的不行 从方案打到Danger 拿了把钥匙 就可以拿了把这个开隐秘房间的钥匙 一个贵的衣柜可以换衣服 那个钥匙就只是为了换衣服的 对 只是为了换衣服 老生 这是一个贵妇的钥匙 其实 它是一间一帽间是吧 对 不对 贵妇的一帽间不可能有男士的衣服 这点很发人深信 也有克莱尔的衣服 刚才我们是在那个小角落里面点他点了 对啊 我以为点死了呢 再来一次 因为读挡 咱们读挡 因为那个娃娃已经打掉了 然后呢 这个打掉的这个记录就被保存下来了 我们这次呢 直接读挡 读挡的话过来打快点 搞快点 这个生化三重置的这个S评价 一小时45分还是挺难 能不浪费的时间 尽量不要 浪费 好的 你独挡这个无缝衔接啊 我都没看出来 这里的话 警察局大厅的这个道具配置跟二代不太一样 不过这个箱子还是溜了 把刀放 我觉得二代其实包还算好的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三代我看你玩的 我感觉你格子会不会不够 卡洛斯篇章还是格子还是挺够的 吉尔片一开始会比较不够 我到后期也还好 so this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 is really more like find and detain hmm right good to know i'll open the shutter so you can get through you stay here and find out what's been going on here at the station call you if I find anything 好这个泰瑞尔 泰瑞尔这个队友告诉我们要找一个叫巴尔的这个医生 这里呢 剪辑一个小插曲 一个小插曲 这里的一些门啊 卡洛斯过来调查 你虽然进不去 但是他都会吐槽一下 可以的这个细节做的还蛮好的 就是有幅画 这个画二代有吗 没注意看多 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也没有注意 本来是这个美术馆 有幅画也很正常 是不是 是的 这倒是 这个门都进不去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么 看了差不多 我们再回来 因为这个逛来逛去 这个调查也很浪费时间 所以说我都是一律以后期剪辑的方式加进去 咱们正片就只跑这个流程 你真的是强迫症啊 强迫症也高 深度强迫症患者 导演说了 这个胶片是紧张的 可是人是有富裕的 再杀一遍 不爱的不就好了吗 这里就交代了二代那俩警察 是怎么死的 一周末的时候 过来调查了吧 这个猎口的这个警察 笑口常开的警察 这做的蛮不错的 两个篇章富为补厚 深二和深三重置版的这两个 应该说深三 深三的资料 更像是深三重置版 更像是深二重置版的一个资料片 大型资料片 是的 DLC 都给你这个 以前买下的伏笔都给你交代一下 但是卖的比深二贵 这才是关键 这个CAP也是当年这个密码没有改 二代三代 对这个密码都是不变的 这个问题是你拿了之后 二代李昂还是能拿呀 对 这就涉及到这个好心人马文 对他起来这个 他那时候应该受伤了没有死嘛 对吧 看你把东西搜挖了 他给你补上 给你补上 你是这么解释的是吧 强行解释啊 可能按照设定的时候 对机枪子弹没事 因为这条走廊嘛 这条走廊还是停 要路过好多次 咱们把这个人都清干净比较好 清干净 嗯 机枪子弹不是很缺 手枪的嘛 这个 说是不缺 其实还是要稍微省点 还是有点缺 验尸对 验尸的话 咱们还扔手枪验一下就好了 你没有那把哲学刀是吗 就是这座是没有刀的 这座的刀有啊 我刚刚说是放箱子 这座的刀不太好用 比二代烂 没必要带了 没必要带 二代的这个刀还有八个 帧数越高 伤害越高 多大判定 还有这种事情啊 看来你二代这个 还玩得不够深入 你是PC版吧 是吧 PC版 对啊 这个是PC版独有的一个福利 PC版是60帧 PC版的话 你这个电脑特别好的话 你跑个100帧 那刀的上了 伤害会明显 上去 我就算知道又能怎么样的 我那个电脑也不可能享受到这个福利 说的也是 刚才这个开箱子呢 捡了一个这个卡罗斯的机枪配件 有瞄准镜啊 这边拧错了 95期拧成手一滑 手滑了手滑了 那个瞄准镜可以让你的机枪缩圈更快 是 但是你怎么不把这段剪掉 因为你不是个完美主义者吗 不完美主义者又包括 是吧 把所有搜刮都放进去 哦 这里还有一个 吐槽 这里原来不是有一个宋师吗 右边 没有了 刚才可以看到这个桌上那个名牌就是Rita 就是刚才那个爆发里的妹子 你这个李昂来的时候不是那个两边两个谜题吗 NED MRG还记得吗 是的 就是他设计的 对 那个R就是Rita Rita 就是他不是那三个人的名字的首字母构成的 R就是Rita 中间那个叫Rita Phillips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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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罗斯吐槽真的好多 每个小小落落都能调查一下 明天他只有一个人 一层搜刮干净了 这个刚才卡罗斯会说那么一句 说这个射杀警察的感觉怪怪的 这就说明你一层那个区域清干净 要是没说这句话 你要注意一下 可能有的人一会儿还要这个复活 比如说就像这个人 这个人你过去的时候他不摇 你回来的时候扑你 所以说呢 过去的时候就不要放过 这个这座的丧尸很硬 感觉他打好多枪 还挺硬 二代的话打腿是不错 因为把它打倒以后腿特别容易断 比头好瞄 对 对三代的腿还挺硬 这个定律不管用 他知道你们掌握了二代的定律 对但是好在呢 三代他子弹特别富裕 所以说也问题不大 你要么就是全杀全搜刮 那也可以 要么就是这个只搜刮必要的 比如说我这个柳生 就是去拿一些必要的 那人员也杀一些这个特别挡路的 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前面这个田田 我们就不杀了 这里放慢脚步 在哪里啊 在这 瞎子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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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千万不要跑 这个冷冻室还用要钥匙开 对 开了以后李扬就不用钥匙了是吧 对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 这边开的这个柜子跟二代也不太一样 那这座能拿到那剩下的两个按钮吗 不能 这个警察局只是一个过程 以前升三的这个警察局不也挺短的吗 接下来拿开锁铁丝就走了 对 是的 但是这座感觉什么都挺短的 就没有长的呀 这一座 有什么长的吗 连毒盘也挺短 我想不出什么长 可能等打折的日期比较长 毕竟它是两个游戏 打折还不太容易 大家对这个三代主要不满 就是流程短 价格 价格贵 价格高 对呀 就感觉有点不值 但其实本身的游戏还是挺好玩 至少我觉得还是挺好玩 这个系列重制版的 如果是跟二代是一个制作组做的话 那应该 应该还不错 继续期待它的别的重制版 好多人等着CV重制版 爆发重制版 卡表还进行了名义调查 我是做新作呢 还是做重制版呢 其实下个财年 报表早就写好了 还轮软你来 这些象征性的 象征性的 遵循一下名义 没有 这个是做宣传用的 刚才那个文件 讲到这个人 他说他自己感染病毒快死了 所以他把自己锁在柜子里 卡洛斯看了这个文件 你去开那个柜门 他就说算了 别打开了 但是他把文件拿走了 李扬来就不知道 李扬就不知道 你一周末是不是也开了那个门 对 对 然后被吓一跳 但是还好 这个人没有复活 对 他没有复活 但慌的不就是 你不知道哪个会复活 是的 这前面长凳上还坐着一个 还慢慢倒下来 这么多人啊 对 这个地方再开会 咱们先一个闪光定住他们 然后把门口那个人也引进来 然后一刻守卫 能炸多少炸多少 炸不了的这个武枪 比一下 差不多了 我这边这么多人啊 这要不清不楚 进来的话 就直接被群殴了 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出门有一盒机枪子弹 但是有一个田田 所以建议还是不要拿 直接走 运气好的话 就直接穿过去了 你去捡那盒子弹 还要跟田田大战 800个回合 那你先进去 然后再出来 对 这样也可以 你把田田引出来再回去 然后 等音乐停了 然后你把它慢慢推门出来 天天也看不见 但是因为我们不还要追求这个过关时间 对对对 对吧 所以就 就是我说的这个 不是必要的 我们就不解 反正子弹是够的 这里我们看到巴尔的 他并不在这 小黑哥不声不响的 从外面那个走廊过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避开那个猎杀车 可能用刚才说的开门大法 对 小黑哥应该是静静地走 好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斯大斯办公室了 这次那个那里面 调查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嗯 这份报告是这个阳管事件的补充 这个照片也可以调查一下 年轻的吉尔 吉尔现在也不老了 这个红草也在 是 咱们这个地方也没什么 主要就搜刮一下 然后这卡片最后一次用 用完可以扔掉 这个bread最好还是打掉 这个子弹确实有点多呀 即便是卡洛斯的篇章 这个子弹也是挺多的 那个rebecca的这个包里的 哇哈哈也不知道被摸了几次了 每次都有捕获的 好 摸赶紧 除了门口那条走廊 对 他那哇哈哈是自动涨出来的 对 每隔几分钟涨一个 自动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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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哥都特别喜欢上网 有网影 想想生物那个Josh 泰瑞尔 泰瑞尔 泰瑞尔这个名字听过吗 没有 暗黑破坏神二号玩过 暗黑破坏神 估计你应该没有玩过 我曾经试图玩 但是我的电脑当时 比现在还更差 没带起来 所以我就又泄掉了 太惨了 这边列车出轨 赵丽只有主角活了下来 是的 出轨只有主角能活下来 其他不管是什么出轨 都活不下来的 我仿佛听到了话外之音 不要想太多 吉尔卡罗斯两个角色互换的时候 他的HP也是会不满的 所以说如果你知道 提前知道下来 前面某个地方会切换角色了 到剧情了 那么你不吃药也没关系 系统自动帮你回血 这边第一次拿到地雷弹 这座地雷弹是个有特殊用途的子弹 地雷弹 老板有地雷弹这个东西吗 地雷枪 你怎么了 钟楼里面捡的那把是啥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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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代的boss是不是比二代好打呀 应该是吧 一会看看就知道了 我觉得三代的追追 简直就是噩梦啊 就是飞虫之版 就老板的那个三代的追追 对 太可怕了 就追着我心脏病都要发了 这次因为这个游戏流程设计关系 这个市区那段并不长 过了市区那段呢 这个追追就不会一直追着你 是 而且这个追追 我前两期看你的视频 那追追一发手榴弹就下去了 就倒了 对啊 手雷可是很厉害的 一共好像游戏当中能捡到五发还是六发吧 基本上对boss神器 这是这个一个bug呀 这是游戏的一个bug 大杀器 对特殊武器 二代的这个手雷其实威力也很大 但是没有三代那么大 二代你打威廉的时候 你扔两雷是也挺厉害 我把所有的雷全部都用在最后那个boss身上 哦 那个全是眼睛的那个疾似 对 九发雷我全用在他一个人身上 然后打完之后 基本上对面就已经挂得差不多了 对 九雷战士 是的 这儿的对话就接上了 就是卡罗斯刚才这个剧情切掉的地方就是这儿 这段老板没有吧 这两边的事情是同事把这儿 对这两边的事情是同事把这儿 这个是新增的场景 这个钟楼外的广场 但是钟楼整个场景被阉割了 以前这个深山的钟楼不是有好多对吧 有解谜 有boss战 这在钟楼很好玩呀 对啊 我觉得挺好玩 为什么要删掉啊 这个嘛 大家都懂了 只剩下一场boss战 好在这个boss战还挺刺激的 这个无缝衔接的这个剧情和这个战斗 这下刺激非常紧张 还不错 子弹打完了 把之前的枪管给装了 骗对发子弹 哦 哦 上一集 对上一集的时候 其实我应该装上 但是我在那小屋里头忘了 这边 没关系 今天演示一下如何骗子弹 骗子弹非常重要 好 开始龙口呢 基本上就是第二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两发火焰弹加上若干散弹 你就可以定准 然后这个第二阶段 开始就火焰弹先蹭他一点伤害 换地雷弹 给他定一发 他会绕场跑 跟咱们当年那个奥运会那个谁 李宁还是谁 端着火炬在墙上跑 对对对 你给他埋个地雷 他就炸下来了 炸下来以后对着心脏输出 输出完上弹 上弹完了切这个火焰弹 然后再上 再这个上散弹 散弹打完了他会拍地 拍地以后手枪再补点伤害 能补多少补多少 他要走了 咱们再换地雷 被打跑了 太可可可怜了 切子弹的硬直是通过切枪是可以取消掉的 然后换武器之前把这个火焰弹先切好 让他醒过来再来一把火焰定住 然后再散弹 然后再散弹 有一种虐待小动物的感觉 看你打boss 打多了嘛 就是这样 哎三代的这个 那些子弹算的有点失误 把他们就打完 过场动画吗这个是 对 我觉得是过场动画挺好的 军火女王 对 比那个五代的那个三发小手枪把那个 对 正常多了是不是 正义的这个克里斯三发 那蝙蝠掉下去就死了 前面的我都白打了 是的 这边场上两个对角线 搜关一下就完事 这个药我觉得你都可以不用 拿 药你捡了有什么用吗 就纯粹放箱子里的 看着 那边有个绿槽我就不捡了 对 苹果就不要捡了 那就不捡了 对一下这个收集镜头 武器 武器这个配件 然后文件 和查理玩偶 还有解锁 这集差不多了 我打的时候从来没看过这个玩意儿 那当然你出体验 谁看这个 追求白金的时候 刷二周目三周目 你会对着弓箱慢慢找 非常棒 哎呦 你看这就对了 小手枪打了没用 对吧 对 能用鐵门呀 哎 非常科学啊 非常非常科学 突然感觉我 我的智商受到了尊重 接下来这边被戳了一下感染的病毒 这个和老生三的区别在于老生三是先被戳了一下 然后打了上包子战 新的呢就是先打完然后又被戳了一下 这就更科学了 这货又是谁啊 尼古拉 是不是不太认识呢 只有白头发没有变 男的没有变 其他都变了 坏人反变角色 坏人没变 对对对 半天后卡洛斯杉杉来吃 今儿已经挂的差不多了吧 原版是卡洛斯先出现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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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呃啊 晕过去了 假装晕过去了 然后吉尔把他打了成仗包子战 打完以后看包子好像走了 卡洛斯醒过来了 吉尔你怎么了 吉尔 哈哈哈哈 细精附体啊 是的 一个游戏当中的NPC经常会这样 主角干活的时候他们就装死 弄完以后他们开始 醒过来了 开始抢戏了 活在剧情当中的 就是都是这样 这样的话 这个把吉尔飞到医院 接下来就是下一段就是 卡洛斯在医院找疫苗了 这样衔接上也比较正常 对不对 对 之前那个什么搞什么鬼 吉尔躺在那儿 卡洛斯在旁边蹲了两天 等吉尔醒过来再去找疫苗 是不是不醒他就等 哎 吉尔要试病了 我就不用找疫苗了 这个逻辑也没问题啊 对 从剧情上安排来说 吉尔到现代位置都是无伤的 对吧 就到这儿受伤了 所以他感染病毒 所以倒下来 是的 只不过你一太菜了 所以打的时候老是受伤 老是受伤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这个游戏按逻辑上来说 应该做成无伤 对 做成无伤 才是这个游戏本意 就任何受伤 一击必杀 对 咱们这期就到这儿 谢谢苹果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